近日,光之国频频出现巨大怪兽来捣乱,导致奥特小镇的居民没法过上安宁的生活,格力乔蹲在地下哭得很伤心。 这该怎么办啊,奥特战士们都失去了光,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要怎么才能对付这些巨大的飞暗怪兽呢?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了,谁能来帮我想想办法啊? 塞罗哥哥现在这个样子,别说去打怪兽了,就连跑个八百米他都难以坚持。 我的天哪,光之国可不能就这样被怪兽霸占了呀,就在这时,贝利亚赶了过来。 格力乔你别伤心,我已经知道了你的苦衷,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我了,我已经改过自信不再做坏事了,塞罗兄弟他们现在有困难, 我愿意挺身而出,如果你愿意相信我一次,那么你就听我的。 现在,你就赶紧回去带塞罗去训练,希望他能在最快的时间恢复回原来的样子,我们齐心协力对付那些巨大怪兽。 不行啊,贝利亚,要是我回去带塞罗哥哥训练,那谁去对抗那些巨大怪兽呢? 他们可是每天都在攻击奥特小镇的。 格力乔你放心交给我和小塞罗吧,我们两个先去顶上,虽然说能力有限,但是打败一两个怪兽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那好吧,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好小塞罗,因为他那孩子真的太要强了,我怕他会受伤。 放心吧,有我在呢,我们一定会齐心协力完成这任务的。 说完,贝利亚就带着小塞罗出发了。 小塞罗快点,赶紧跟上。 就当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一群奥特曼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小塞罗,我猜,这附近一定有怪兽,我们要注意一点,走,我们再到前面看看。 好的,贝利亚叔叔,我们必须得赶紧找到那些正在捣乱的怪兽。 很快,他们就看见了一个正在被怪兽欺负的奥特曼。 小小奥特曼,我轻松拿捏。 让我来对付他。 贝利亚叔叔,你在旁边看我表演。 小塞罗,你要小心。 好的,没问题。 小塞罗,你这小子可以啊,想不到你的奥特技能还挺强的。 你妈妈还嘱咐我要好看着你,这样看来,你一点都不比我弱呢。 可以,继续加油。 在爸爸还没有生病之前,他可是天天都带着我练习奥特技能的。 所以,现在这种紧急关头,我必须得保护好光之国,不能让塞罗爸爸失望啊。 好了,小塞罗,我们继续前进吧。 然而另一边的塞罗,正在接受格力桥的地狱式训练。 快点快点再快点,你必须得不断加强运动,才能逼出你身体里面的黑暗气息。 塞罗哥哥呀,你一定要加油啊,光之国正在等着你呢。 加油! 我真的好担心小塞罗他们,我得看一下他们的定位去到哪里了。 地球的小可爱们,如果看到小塞罗的话,一定要给他加油打气啊。 拜托大家了。 好了,塞罗哥哥,你也不要放松,继续努力。 我们争取快一点恢复体力。 塞罗哥哥坚持住啊,我要给你发送666能量。 就这样,格力桥和塞罗每日没夜地训练着,每天都要绕着地球跑一圈。 哇! by bwd6 最后在格力桥的鼓励下 赛罗终于恢复了原来的样 真的太难了 幸好没有放弃 赛罗奥特曼回来了 是时候去驱赶可恶的巨大怪兽了 赛罗奥特曼加油啊 你们快看 这就是赛罗 恢复能量的他一瞬间就跑过去了 你们要知道 赛罗可是光之国最强的奥特曼 从前有他在 怪兽们都不敢胡作非为 最近的光之小镇 时常会有黑暗怪兽来捣乱 也是因为知道 赛罗和奥特战士们出事了 现在的赛罗恢复过来了 他必须得出发 保护小镇的安全了 小赛罗和贝利亚 不知道在哪里对抗怪兽呢 赛罗正在努力地巡逻着 画面一转 小赛罗贝利亚也分别成立了自己的救援小队 贝利亚叔叔 这么多天过去了 也不知道赛罗爸爸怎么样了 现在 我已经有小奥特曼作伴了 你也收获了怪兽小弟 我们就兵分两路出发吧 你不用担心我了 好的 小赛罗 那你往南边一直走 要是发现有怪兽 一定第一时间消灭它们 我就从北边走 之后 我们就在奥特广场集合 可万万没有想到 赛罗一出现 就在贝利亚后面来了一脚 我的天哪 赛罗你这是干嘛呀 贝利亚现在可是在帮助光之国呢 他已经改过自新了 你为什么还要打他 你这个可恶的贝老黑 竟然还敢帮助小赛罗去攻击黑暗团队的巨大怪兽 你就是一个叛徒 哦 不好 赛罗他 他怎么变成黑暗的了 这该怎么办啊 对不起了 格力桥 我没能保护好光之国 也没有照顾好小赛罗 我真的太没用了 可怜的贝利亚就这样晕倒了 也不知道接下来赛罗会怎么做 这该怎么办呢 光之国注定没救了吗 原来这个赛罗是被怪兽注入病毒了 就在刚刚刚恢复的体力的赛罗 遇到了许多变异的巨大怪兽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抗这么多的怪兽 最后 感染了怪兽病毒的赛罗倒下了 当他再次醒来 身体已经不受控制 成为了怪兽的傀儡 糟糕了 谁来解救光之国呀 我得赶紧发送666召唤神秘四奥了 そう 真是 再见了赛鲁奥特曼 我们即将永远失去这个奥特英雄了 这该怎么办呢 快点快点 你们动作快点 赶紧把这个奥特曼给埋起来 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了 奥特曼真的太讨人厌了 我就不信还会有人给他传递光之能量 给我看好屏幕前的小可爱 千万不能让他们偷偷给奥特曼光 嘿哟嘿哟 加油啊兄弟们 可不能给他们留一丁点机会 奥特曼这次绝无反抗之力了 哈哈哈哈 你看他的样子都要比我的爷爷老了 还拿什么跟我们黑暗军团斗啊 糟糕了 到底还有没有人相信光啊 嘿嘿 嘿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